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更环游无常生活 比动物更具备无常生活 现在我们来研究 为什么我们人要行教道 我们人为什么要行教道 第一个就是行教乃至人的天职 我们受父母养育之恩 我们行教道就是我们人的天性 就是本性 我们就应该要行教道 就是我们的天性 第二个就是为了要道真还在 我们受父母的恩 从父母给我们生下来 为了天心万福 把我们养育长大成人 这个恩非常非常大 我们应该要不要报恩 我们受了恩 现在我们应该要还在 所以 对人行教道的保护人反战 第三个就是为了发生 人和做合理的方向 我们做人父母的要是自己的身心 没有进教道 在合理的眼底看起来 那么帮我妈妈对付父母的要是自己的身心 那么我也给同帮妈妈的经育 将来她也不会掉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人父母的应该要做管理的方向 做管理的方向 那么我们一教读后的行教 那么在我们这个教训里面呢 四中里面 那么我们同老父子呢 他给我们常驻 深修 他一种的教 柔柔的行教 这个 我们现在互相研究 那么我们同老父子 他曾经说过 父母在观其时 父母从莫观其时 三年五百亿 不知道何必要 那么我们父亲在世的时候 我们应该观察 他心中的事象 父亲之类以后呢 我们要遵守他所有的行事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如果能够在三年之内呢 三年之内 你继续父亲的事象来行事的话呢 可以说 你有神经的教导 那么我们相当啊 我们父亲在世的时候 他是一位德高放重 非常有德性的人 我们能够三年之内 如果能够三年之内 不是这个心事来做之的话呢 我们就是 打算这个教导 那么广义反过来说 父亲在世的时候 是一位行为不正 靠谱靠领啊 那么我们都可以 与他那种行为啊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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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当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做得比父亲 更好 我们要学好 做好 那么这个就是呢 你能教训啊 再过来呢 就是梦亦子问教我 那么我们祖老师说 无为 那么祖老师说呢 生事是一笔 是上事一笔 地事一笔啊 所谓无为呢 就是不要领备一笔 不要领备一笔 我们父母善事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 那么我们 四奉二奈 不要领备一笔 我们除了 让我们的父母 能够 穿个暖 不吃的饱 祝福的安乐 更呢 在家里面 大大小小 要懂得如何 孝顺二奈 使我们的父母 能够心情啊 非常的奇怪 那么如果 我们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 能够 四四合一地 进这个孝项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家庭 一定是一个怎样 父子 什么孝 永有地功 那么父母相敬 相敬如并 这样一个幸福和乐的家庭 就这样 对 所以呢 我们啊 这个孝敬 这个父母 一定啊 家里面 什么小小 一定要 他如果 晓得如何 才唱片 我们的母亲 啊 那么 家里面呢 不要经常 那种事情 就是父母亲呢 来担忧 这个呢 啊 就是见了家庭 那么 那么 我们相关于 啊 父母亲是呢 那么 那么 啊 是藏着一地啊 那么我们要安葬二老 我们一定要合一地啊 对此 祭祀的时候呢 吹一之的时候 也要合一地啊 依你呢 来进这个孝项 那么 那么这个 安葬祭祀的时候呢 现在我们要 双立人要 祖母太宠 好 绝对呢 不要有这个 这个 情况之举 啊 那么 那么 现在我们社会上 啊 我们都可以非常可以看到 人家现在出帐了啊 啊 家里人啊 父母亲不进军事啦 那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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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人出病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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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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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的教导 所以我们亲人幽闻之悲 讲教导的时候 他导人家经常强调 说亲人过世 尤其是父母过世的时候 我们做儿女的 因为男生与父母 那么应该大声地出 尽量地出 所以就是说 表现儿女对父母亲的一种追思 一种孝心的表现 所以能不能以来请人家说呢 所以这个就是弥备常遇 所以我们永老不是说 弟子的意义 上子的意义 所以现在新父母 就是在旁边 所以造的 造的意义 所以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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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理的意义 再来就是 孟子是否会这样 孟子是否会这样 知道吗 我们从来不是说 做什么意义自己的意义 我们做人父母的 是当心的 这个儿子的身体 会生病 所以他说 父母为其之忧 父母为其之忧 就是父母当心 他的儿子 他的儿女 身体会生病 这是父母的 对当心的事情 那么我们做人所理的 应该怎么样 应该要保重呢 自己的身体 不持我们的父母 来担心 不持父母担心 所以 要是你自己不懂得 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 来生病的话呢 那么父母呢 也会非常的难过 非常地忧愁来担心 后学呢 有参加很多的贴旨 因为这个忧愿非常地多 尤其是有一个老太婆啊 年龄呢 大概七十多分 那么这个老太太 发了什么病呢 忧愿症 也可以说是神经衰弱 那么她呢 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啊 就是因为她子生一个孩子 主乎生子 主乎生子 是一个孩子而已 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呢 她从小到小 都不放着 来关心了她 孩子的餐围 关心她的身体 那么 以前 对她 就是后天讲的 她说这个孩子 放学校 她说心事送 心事送孩子放学校 心事送便当 心事接她回来 一直到高中 才是这么做 那么到上了大学呢 她也是不放心 她也是不放心 经常地到学校呢 经常了她的孩子 今天也也 满心三心都是一个生梁安排 那她说 苦痛 失眠 非常骄傲 非常痛苦 但是呢 她 不以为了 为了孩子安排 她干凌尽 那么到老了呢 这个病也不好了 当然他的儿子结婚了 也有很好的事业 那么这个老太太呢 还是不放心 还是对他的儿子呢 还是不放心 还是挺放心 所以这个就是母班的诡价 对不对 相后也已经五十多岁了 说起来妈妈已经五十六岁了 那么他看错起来好像孩子一样 你要住的时候 他给你的衣服有没有带啊 有没有穿好啊 有没有穿中间的那些不清楚 衣服穿得够不够啊 手帕有没有带啊什么的 很基本的事情 他都给你问得很清楚 这个是不是母爱啊 所以啊 领心这个母爱人 就是母亲的本啊 对这个很好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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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 水游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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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我们家里都有养鸡呀,养狗,养娃娃,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动物我们也可以通常。 尤其是现在呢,我们家里面有养好多动物,对不对? 人家都很喜欢养手。 那么,我们如果对父母没有介意呀, 跟你讲是养狗啊,养娃啊,养猫啊,养娃娃什么的养样子。 没有养,养的养。 所以呢,我们啊,敬亲啊,我们要敬孝道。 敬亲敬孝呢,孝主爱,重在怎么样? 心神的爱,心神上的爱,真神的爱,来对待我们的父母。 不是在孝主上的享受人。 孝主上的供应,那么是必须要的。 必须要做到的,应该要做到的。 但是呢,我们孝主爱,重在精神上的爱, 跟真神的爱的孝敬,我们一定要做到。 所以,精神的爱呢,就是敬敬。 就是敬敬。 我们要迷惑、敬敬、敬敬敬。 我们要敬敬,要敬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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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就是敬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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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老人家 辛辛苦苦把这个儿子 培养 长大夫人 做个执招的教育 儿子回来之后 在社会上有很好的机会 事业也相当的好 就辛苦起回来了 儿身满堂 这时候 两位老人家 就想把他的财产 增计给他的儿子 在财产还没有 增计给他儿子之前 做儿子的 做媳妇的 都对二位老人家 感激孝心的 都有厉害的笑话 到了这位老人家 把他的财产 增计给他的儿子之后 那么 儿子欺负 亲子就起了变化 起了变化 那么 怎么呢 他今天就跟小美少人家讲 他说 爸爸妈妈 那么 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太小 这个房子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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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以前啊 你们 正宗的时候啊 那个 有一样 两头的牛 那么 牛咬旁边呢 他有一些空房间 有一些空 空着没有的 那个毛毛的房子 那个牛咬旁边 有一些房子 居不当 居不断 所以他把那些小房子呢 打扫专心 就请二位老人家 到这个牛咬旁边 那个小房间去住 所以呢 三餐啊 这个饭呢 是他们剩下的饭菜 还剩下的老人家去 那么 这个房子太小 没有话讲 现在全场都登记给儿子啊 全是在儿子啊 所以呢 老人家只好回去啊 从楼房子搬到寮寮旁边 住那个小房子 老在三餐旁边啊 对他有感情啊 也跟以前一起工作的老人 都在隔壁 那么 这个事情呢 一直传到他的亲戚 旁边有邻居啊 那么 大家来 就争论说 这个儿子 对父母亲啊 这么努力啊 那么 就一直 这个教育 旁边就会过来 这个新努力的好些房子啊 所以 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人受高生教育 而不同教道 而不同好好的孝敬父母亲 而不同感恩 而且呢 把老人家 他们存在 牛腰发现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这个呢 是一个我们的主经人情 那么 我们做的事 不懂得呢 不懂得呢 暴婚啊 不懂得呢 不懂得呢 这个 就跟什么 情受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人实力 懂得如何来 进入这个教道 不可以呢 跟这个天生啊 这个行为一样子啊 所以我们 感恩 都来自己 为什么啊 要这么来对待 自己的亲生母母 再一个就是 发生在我们 附近的一件事情 那么就是呢 有一个老先生 八十多岁 那么八十多岁呢 他有生两个儿子 那么两个儿子长大了 那么老人家 年底也找了 那么 兄弟呢 为了忠敬起见 说老人家找了 民养也不可以 我养也 花不来 那怎么办呢 只有 兄弟俩 张俩呢 老人家 等于是 一个地方 出责一个月 那么这个月 就在老大 下个月就在老二 那么 治理老人家呢 一个儿子在台北 一个儿子在高中 那么 已经方式多岁的老人家 这样子 来回 奔波 有一次呢 提早回来老二的家吃饭 那么 那么 老二的 老二就要想话 时间就麻烦到 你怎么吃饭 肌肉就回来 那么 就舍不得 一天的吃饭菜 也做心思 那么 你早回到早上那边 早上那边 就这么讲 所以呢 知道人家 说 每次来一会呢 都非常的 这个 心理上 非常地重 真话说 少一个小的东西也不行 那么 有一天啊 那时候是冬天 那么冬天呢 从台北到高雄呢 要做好几个小时的车 那么 各位老先生呢 因为这些人啊 那么回到高雄的时候 叫第二天 才能轮到老二 整支 到那边住的地方 所以 那天下午 回到高雄 已经快要天生了 那么 到下午方管 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那么 各位老先生 不敢回自己的家 不敢回到二 今儿何时的家 那么 进入在他村庄的 这个土地公庙 是一个晚上 那么 那时候是非常寒冷的中间 这个土地庙 没有年费 没有房间 那就是这里 那就是土地公庙的 建筑 那就是晚上 那么 有庙半片的建筑 就在那里 对 那么 这个第二天呢 那么 土地公庙 那么每天啊 早上啊 都有 进度去 烧香祭 送他 上家 那么那天早上呢 就一定会开开 就是这个 送一趟 来建筑 一定要的包厢 那么发现一位老先生 躺在那里 结果上去一看啊 那老先生 已经转了起 一看之下呢 哦 这是蒙古人的父亲 啊 认识他 所以赶快呢 也通知他的儿子 啊 啊 那么儿子呢 啊 啊 再来去 把他探回去 啊 那么呢 这样子 小人家 老眼都会说 要不敢回到这样子 对 谁的对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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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货啊 对货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社会啊 什么体制的 就是 一般的人 懂得教导的人 也有 也有学习的教导的人 造成这个福定的家庭 那 那么 所以 从你来讲 是想做些 所以 要奉献 奉献 奉献大家 有老人家的 最好的 比较坚实 那么 在老人家的经理上呢 他在主餐的时候 也有福 后来认为 我们能够奉养父母啊 这是一个非常荣幸的建设 这个情况 咱人家的年纪上 行动也不发便 身体呢 也不会多次 身体行的时候 一样 别处的方式 别处的方式 所以 上导人家呢 来回 工作啊 这个是 复合理 复合堂理 所以呢 奉献 所以 曾经呢 通过是 留在老人家 那么 他的心理啊 所以 这件事情 有的 重的 我还说 是什么样的呀 就是 心理上呢 就是 你有办法做 很快的 所以呢 我们做人自立的 应该呢 要好好地 来重量 尤其是 圣约上的时候 我们经常好好地 重量 教训他 教训他 我们经常经常是这样 这样 这样有提早 怎么样 有提早 有提早 对 这样有提早 有提早 有提早 所以 人家听说 没有 没有 女人上的高堂 在这里一直生活 人家会说 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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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福气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我们 做人自立的 应该呢 要尽自孝心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啊 想出了 对祝父母 来进这个 真正的这个教基督啊 以我们真诚的这个校园 来奉献给我们的父母 哦 在这里来就是 吴孝孂教 garder cry 就是 吴孝孝孝善 吴孝善 然后 附म 用个 Obviously 吴孝善 庶圈 吴孝 第一次的 祖姥教 有 disagre军 先生说 啊 人自己 以为 孝孝 什么呢 呃 要肯敬 呃 我们的 祖母 要顺从我们父母的心意 我们的表现是怎么样 从老师说色谈 那么我们对父母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孝心 我们点上的表现最困难 很难对不对 所以你要是真正的这个孝心 对待父母的话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 叫合缘觉智 叫合缘觉智 那么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替父母来教导 那么很多事情 因为父母心脏 体力也摔连连连大 所以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 来做我们做的自己 应该替我们修进来做 对不对 所以弟子出其道 那么家里面 有很好的东西 有好吃的东西 我们应该让父母吃 先吃我们做生意的菜 是不是呀 是不是这样 怎么可以跟刚才那一天 吃剩下的饭菜 来让父母去吃啊 不可以 所以我们有好吃的东西 一定要先让父母来用 然后自己来吃 那么在另外家里里面 比如说三餐吃饭 你看父母亲还没有上舱 她是说做定了 我没担担吃饭 担不担 不担 不担 真的啊 肯定太小了 所以现在呢 共商社会 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赶时间上班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赶紧 可以吃食物 那么在一般堂里来讲 要是没有办时间的话 比如说今天这几半天在家里 那么跟父母亲一起吃饭 那么我们呢 应该先请父母当做 那么我们呢 才可以做下来跟父母亲一起吃饭 这样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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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 那么我们呢 自重二老 要合眼见顺 要合眼见顺 脸色啊 表情啊 要真正的表现 很好看 那么他们其实看起来 心里面很高兴 那么这个 要怎么样呢 我们啊 父母 他对主人理的爱心啊 那就是 这样子啊 无法兴致我们 他对主人理 是与爱的祝福 那么我们对主母呢 教主说 我们就能够开心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 比如说 抓一杯这个 白白水 这个白白水 这个白白水 那么这个白白水啊 我们家里 非常不要人吃穷啊 非常好的东西 要吃 那么白白水呢 来教训父母 但是呢 你对父母啊 你真正的孝心来对待 那么这杯白白水 你高高兴近的 高兴近的 而且这个 人眼的表现很好看啊 高兴近的 你啊 爸爸妈妈 请客场 毕恭敬近的 请客场 那么 父母心 看在眼里 高兴在心里 对不对 对 因为怎么样 我们对父母 真正的 敬人的教训 那么 那么 反过来说呢 那么这杯是人参 人参茶 叶果汤 那么你对父母呢 很有一个 认识的孝心啊 那么 心不甘心不愿地 把这杯是人参茶 那么 拆解你的父母子 啊 好嘞 这个表情好不好 好 好 那么 父亲 这个是人参茶 那要不要喝啊 所以想说起来 心里也不舒服 对不对 一个是白白水 生人 很高兴 一个是人参茶 喝起来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免对父母的 真正的表现 真正的 孝心的表现 要表现出来 所以呢 我们 啊 这个对父母啊 要是 啊 让他 完全 晓得 我们对他的孝心的话 那么 那么我们对父母 一定要顿他的心意 而且呢 你的表现呢 一定要真正 啊 啊 那么 父母呢 啊 这个很 啊 这个清常常常常的 但是呢 他也很高兴 啊 那么再来是说 那么我们 我们 我们怎么说呢 父母在父眼球 牛逼牛方 父母在父眼球 牛逼牛方啊 那么我们的父母啊 啊 在女士的时候呢 年轻上 那么我们做人 子女的 不可以 也有擦放啊 那么我们之后呢 你可以交通方便 寄出去 不曉得几年几月 对不对 那么现在交通方便啊 那么 你就比较容易 啊 那么 我们出去的时候呢 最重要 要接我们的父母 知道你去哪里 要说没有放到父母 你就往外 所以今天没有看到你 他就会问 我会问你 是吗 还是吗 是吗 是吗 还是吗 是吗 我真的 对 是你 是吗 是的 感谢观看